亞洲國際海防世衛展現在在新加坡舉行 這個地方來了非常多國家最頂級的軍舞 我們交給軍事專家請施校偉告訴大家 好的文瑤 今天我們在這邊現場看到的是 今天是新加坡海軍成軍50周年所舉辦的國際關鍵事 這個國際關鍵事它本身其實方式也非常特別 由於受到附近麻六甲海峽的海域的影響 所以它有部分的艦艇是擺在軍港內 然後有部分的艦艇是在軍港外 那一共有來自於21個國家超過41艘的這個艦艇 我們看到在我身後的這個張毅港內就已經有多艘的這個艦艇 最遠處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出雲號直升機護衛艦 那在未來待會我們會到海上去 然後來讓各位觀眾朋友看到 我們今天所有在參加國際關鍵事的所有海上艦艇 當然以進行國際關鍵事來講 是很多國家在慶祝這個海軍成軍 一個大慶的時候所進行的方式 例如這一次新加坡海軍是他們成軍50周年的一個紀念 因此在很多的國家周邊的國家如果說有進行類似的活動的時候 就會邀請新加坡海軍前去參與 那如果有很多國家與此間相互的邀請 那同樣的新加坡海軍會去參加別的國家 因此新加坡海軍在自己辦國際關鍵事的時候 這些曾經參加過的新加坡曾經參加過的這些國家的海軍就會派遣艦艇來新加坡來共襄盛舉 所以國際關鍵事在很多國家來講是彼此海軍之間相互聯繫 然後建立友誼的一個重要方式 新加坡海軍成軍50周年的國際關鍵事上午由開幕典禮由教育儀式開始 教育儀式中我們看到各國參與國際關鍵事的水兵派出代表 然後來參加由新加坡總統所親自主持的開幕儀式 那開幕儀式中我們看到新加坡總統正在教育這些各國的海軍官兵 那這一次國際關鍵事之中呢來參加的這個艦艇最大的當屬海上自衛隊的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 出雲號直升機護衛艦是海上自衛隊四大護衛群的這個旗艦之一 那這次的這個直升機護衛艦它本身除了船長大概有250公尺左右以外呢 另外它可以同時讓五架直升機進行起降 可以說是海上自衛隊非常大的艦艇 那未來出雲號還要去參加馬拉巴演習 所以在前往印度參加馬拉巴演習的路上來參加了這次的海上關鍵事 那除了出雲號之外 泰國皇家海軍的恰克里王朝號的這個航空母艦 是另外一艘參與的這個大的這個艦艇 恰克里王朝號航空母艦它原本呢是由西班牙所建造的 它的概念是來自於美國的這個制海艦 過去美國的制海艦它是由史普魯恩斯級驅逐艦所進行改装 但後來那個計畫沒有成型 但是呢進一步擴大成為制海艦這樣一個概念 那這個制海艦呢 我們看到它原本是採用AV-8A戰機以及這個直升機 但是由於這個泰國皇家海軍的HERIER戰機已經出役了 所以它目前上面並沒有這個短距離起飛 垂直降落的飛機 而變成一個由操作直升機 進行兩棲登陸作戰的這樣一個海上平台 那除了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這個是那個恰克里王朝號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直升機 目前還是使用這個作為兩棲作戰任務之用 那另外當然這次的這個海上教育呢 是由新加坡海軍進行 那新加坡海軍的這個艦艇我們看到 關越艦跟後面的這個關越附屬艦呢 正在進行這個出發 那這次出發以後呢 其實它在海上整個艦艇由於來自相當多的國家 20個國家 然後26艘艦艇 因此在海上也排升四路 我們看到的是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的旗艦瓦良格號 瓦良格號是 就是它光榮級的這個飛彈巡洋艦之一 是目前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中最大的這個水面作戰艦 進行性能的這個改裝換了新的這個雷達 那另外呢除了這個澳洲的之外 我們也看到菲律賓 我們南邊的鄰居菲律賓 他們派出了他們最新的接收來自於美國 原先海岸防衛隊的漢米爾頓級的這個巡护艦 那我們這張也可以看到巡护那個漢米爾頓後方 就是光榮級的巡洋艦 那當然這個菲律賓自從接收這個艦艇以後 它的整體艦艇實力大幅提升 那新加坡海軍他們除了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艦艇之外 他們也有相當多艘16艘艇 那這個16艘艇中我們看到 剛剛那是新加坡海軍的拉法業績 那日本海上自衛隊除了那個初雲號之外 也派了高波級的護衛艦聯號參加 聯號是目前海上自衛隊的這個水面艦 那另外韓國海軍派了KDX2型的這個巡护艦來與惠 那大陸方面呢也臨時派了一艘啊 就是那個黃山號啊 這個054A的這個護衛艦 那這個054A的護衛艦目前來說是大陸相當多的艦艇 那這個部分是新加坡的總統正在獨立號上面教約他們的艦艇 那除了獨立號之外 這是新加坡海軍他們另外最大作戰艦艇 也就是兩棲的這個戰車登陸艦這個是新加坡海軍他們一種戰車登陸艦 那除了新加坡之外 美國海軍他派了提康的 使布洛派了驅逐艦 這個驅逐艦它是神盾的這個伯克驅逐艦 那當然這段畫面我們可以看到當我們前面畫面是鏡子使用照片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搭的这个登陆艇在海上 其实摇晃颠簸的这个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因此没有办法为观众朋友 提供这个影片的部分 而是用照片来剪接 那当然最后这个整个舰艇 那个关页是大约在 历史一个半小时以后 结束我们看到整个张一港 来自于各国的舰艇 都在这边毛泊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部分 是受毛泊教育的舰艇 那这是大致的一个情形